万众瞩目的斯诺克英国 公开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如今正赛和延期资格赛一起进行 中国斯诺克球员表现非常强势 上演了多场以下课上的戏码 比如中国90后名将吕浩天发挥不错 虽然苦战七局艰难晋级 但是淘汰排名赛冠军吉尔伯特 成为首个打进32强的中国选手值得点赞 还有00后小将袁思俊4比3淘汰西金斯 此前奥沙利文资格赛出局 如今753节只剩下马克威廉姆斯 很多球迷吐槽753节老了 现如今是年轻人的天下了 其实英国公开赛才是本赛季的第三战比赛 对一些老将来说现如今还在找状态 并且他们把精力放在英锦赛或者世锦赛上面 小战比赛的输赢他们并没有那么看重 但是对中国00后小将袁思俊来说 能在首轮击败西金斯成功 晋级32强也是一种骄傲 毕竟西金斯不管是排名还是 综合实力还是比袁思俊要高的 赛前很多媒体和球迷并不看好袁思俊 因为袁思俊世界排名仅有68位 反观西金斯第5名可以说不在一个等级上面 但是首轮的比赛采用7局 四胜制度存在爆冷的可能 比赛一开始袁思俊进入状态很快 率先打出单赶52分随后轰出72比20 反观西金斯状态不佳 做斯诺克不成功首局输球 第二局西金斯轰出单赶65分 但是小将袁思俊手感更火热 轰出单赶72分清台 第三局西金斯逐渐进入状态 打出72比16赢下一局 接着第四局西金斯延续手感 轰出单赶78分再下一局 第五局西金斯再次轰出单赶132分 连赢三局并且率先夺得赛点 第六局袁思俊顶住压力 轰出单赶72分赢下比赛 来到决胜局西金斯率先打出 单赶64分做起了斯诺克 反观袁思俊放手一搏完成了清台 最终66比64险生逆转西金斯 4比3拿到胜利 袁思俊的比赛打得一波三折 反观天赋少年赵新彤的比赛真的是赏心悦目 赵新彤连续轰出三赶破百 最终4比1横扫世界冠军宾汉姆 比赛一开始赵新彤进入机会很快 首局轰出单赶112分拿下首局 第二局继续强势轰出单赶128分不给宾汉姆机会 第三局赵新彤再次轰出单赶101分 仅得37分还出现大失误 第四局来到悬崖边上的世界冠军宾汉姆放手一搏 轰出单赶66分以97比0赢下一局 第五局赵新彤率先打出单赶52分 随后坐起斯诺克反观宾汉姆不在状态 赵新彤把握机会83比0拿下此局 最终大比分4比1淘汰宾汉姆晋级32强 第一局宾汉姆率先上手 仅得25分就中段进攻赵新彤把握机会 轰出单赶112分先拔头筹 第二局赵新彤趁势追击 轰出单赶128分再赢一局 第三局逼汉姆的状态没有太多起色 得到37分后失误赵新彤手感火热 轰出单赶101分连续三次破百 率先拿到赛点 看到中国斯诺克球员接连爆发 对丁俊辉来说也很欣慰 因为现如今丁俊辉不用承担太多的压力了 大家的目光也不会只盯着丁俊辉了 值得一说的是丁俊辉接下来会迎战桥 佩里 有望和赵新彤会师因为两个人分在同一个区 最后大家说说看英国公开赛的 冠军会属于中国斯诺克球员吗